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节目 我是张婉如 在选举最后紧锣密鼓的时刻 我相信很多朋友您看了或听了很多 有关于台湾今年度九合一选举的新闻 但在这么多新闻当中 其实有一个面向 我们节目到现在都还没有讨论到 就是今年度选举里头性别问题 怎么说呢 真的谈到性别 有男的候选人 也有女性的候选人 这两者之间呢 或多或少会聊到一些 让大家听起来 特别是我身为女性呢 听起来很不舒服的事情 不过谈到性别 宛如一个人聊呢 自己在这边咬牙 其实是好像很不过瘾 也很不深入 所以我们在今天特别请到的是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会 姓婷小组主任干事梁红玉 我们要请红玉姐来节目当中 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 从今年的选举 聊到说 那到底性别平等在台湾 真的还需要在这么的 大张旗鼓的倡议吗 还是说其实台湾 早就已经是一个 性别平等的社会呢 红玉姐你早 早 我想 首先就是回应宛如那句话 很多人一提到性别平等 就是说哎呀台湾不是已经性别平等了吗 你看女生讲话已经比男生大了 有些主管还是女性 然后在证据上也有一些女性保障名额 是可是可是真的性别平权了吗 如果性别平权了 我们就不会看到选举当中很多污名化 或者说把女性拿来野鱼 当作去开玩笑的对象了 是 女生听起来真的觉得一点都不好笑 是 所以红玉姐讲一下吧 今年选举当中 你觉得看到让你很生气的 或者觉得真的 大家应该再多注意点的 一些选举性别上的一个问题在哪里 我们觉得一个人重要的 尤其是从政者 他重要的是他的脑袋 不是他的身体 可是呢 我觉得一般的所谓的对方的对手 他就会把这个人污名化 把女性的那个身体的特征拿出来开玩笑 我觉得这一点对所谓的性贫来讲的话 就是其实是非常不平等的 而且是非常不友善的 其实为什么回到我们YWCA 就是台北市社会局一直希望 打造台北市为一个性别平等之都 那就是委托了我们YWCA 希望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加入一些性别平等的方案 可是我们也知道 很多人一提到性贫 就是说哎呀不是平等了吗 那有什么好谈呢 那另外一个角度是 由于性别平等其实非常的私密 有的时候我们表面上看起来 你看就刚刚说保障名额啦 对等等的好像 甚至说在我们职场里面 我们也跟男性 我们有男记者女记者 我们也平起平坐 我们的主管也是女性 可是回到生活的现场 性贫有的时候非常的私密 所以后来我们在想 那这样的课程要对一般民众 要怎么样推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倡议的方式 好我们请个专家学生来演讲 可是如果用非常生活化的方式 来推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课程 叫做喝咖啡 看电影 聊性别 用电影当中别人的故事 来看看 看看别人想想自己 看看我自己的生活里面 生活的现场 是不是有一些 真的好像可以值得思索的 性别平等问题 是 我们其实现在的教育 不再像是以前课本上所写的 妈妈打扫爸爸看爆了 现在的教育也不敢这样子写了 可是我在我那个年纪 还真的就是 爸爸早上看报纸 妈妈早起忙打扫 对没错 以前小时候也不觉得怎么样 因为妈妈本来的形象 或者她的工作 就是这个样子 打扫整理家务 那爸爸在那边看爆 也觉得没什么啊 可是慢慢的让大家 从教育方面了解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质 可能爸爸也很想去扫地啊 是 也许像我们家的话 我们的爸爸非常喜欢托地 那我比较喜欢洗碗 我不喜欢做饭 可是爸爸就做 像我们家的话 我弟弟比我会做饭 所以我们常常家庭聚会 是我弟弟做饭 然后我负责洗碗 因为我觉得家庭的是 大家分工嘛 不要用性别来分工 而是用你的特长 你的喜好来分工 然后大家 也许有些家庭说 妈妈会做菜 那也无妨啊 就是说每个人可以做一个协调 是 所以这就是觉得说 那现在这样子的观念 让大家的家庭越来越健康 因为我们就用 你喜欢什么 你就去做什么嘛 或者你喜欢穿什么衣服 你就去穿 其实不需要去干预这一块 如果谈到选举 其实女性候选人出来选的话 很多人可能会注意她的衣着 是 装扮 是 但是男性候选人 大家就不会从这个外在 这么表象的东西去解释她 光这一点 就是性别议题了 其实性别平等的最终目标 讲的比较大一点 空泛一点 我讲的比较概念性一点 就是尊重所有的差异 那尊重所有的差异 那个前提就是 你要包容 要尊重 要有爱 那当你想想看 当你这个男性候选人 污蔑女性候选人的时候 你想想看 你自己家里面 你自己有女儿 有妻子 当别人这样子 也与你的妻子 跟小孩子的时候 你做何感想 就是说其实 我觉得性别平等 不要谈得那么空泛 我们先从自己生活里面 开始想起 你基于自己对家人的爱 你会这样的污蔑 别人的孩子 别人的女儿吗 对 所以同理心想一想 你就知道 这么简单的 从自己家里 所看到的性别平等 在哪里 或者她的不平等 在哪里 所以在今天节目里 洪玉姐要特别 跟大家来介绍一个影片 叫做家好月圆 家好月圆 听起来好美的一个片名 可是这里面 这是一部黑色喜剧 我先回到 刚才我们提到的 YWC既然要用 喝咖啡看电影 聊性别的方式来推 那在11月底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年度的活动 就邀请到拍摄 家好月圆这部戏的导演 周旭威周导演 一个女性导演 来在这样的活动当中 跟更多人来谈谈家庭的问题 我们看字面上 家好月圆 家如何好 月何时圆 当一个家庭 少了爱跟尊重的时候 这个家庭有幸福可言吗 当我们约定俗成的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么多 约定俗成的一个社会观感 一个性别的框架 还在的时候 我们女性又作何感想 所以家好月圆 其实是一部反讽的 是 他用一种很轻松的 这个角度来看 家庭里面的 不平等的问题啊 对 所以我看到这故事 其实挺有趣的 他讲的是一个过世的母亲 托母给你自己的女儿说 他不想跟先生合葬在一起 对 其实我们前一阵子也看到一则新闻 就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子 说他死后不要跟先生合葬 然后打官司 而且他要离婚 对 先生还没有过世 他就说要诉请离婚 记不记得宛如 是 我记得那时候就想说 都八十岁了 干嘛 为这件事情打官司 还要离婚 对 他说因为我死后 不要跟先生合葬 这就是好像台湾的 民间的传统习俗里面 就是好像死后夫妻要合葬嘛 然后这一部家好月圆 其实看起来像一个 性别宣导的一个片子 可是事实上 他用非常诙谐的 幽默的方式 来谈出了很多问题 那故事呢 情节还蛮简单的 就是说 过世的母亲呢 托梦给女儿 出嫁的女儿说 我死后 不要跟你那个老爸在一起 葬在一起 因为他生前 他会家暴 我受够了 是 不想这个死了以后 还要继续跟他纠绰 好 所以呢 告别事上呢 就是守灵的时候呢 这个出嫁的女儿就回来了 他就跟他哥哥说 他说 妈妈托梦给我 有这么回事 哥哥说 哪里有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家里如果我说了算 诶 这又是一个性别刻板印象了 谁说现在嫁出去的女儿 就是泼出去的水 可是传统习俗会这样认为 是 是 那宛如 我在家里面 我是爸爸的长相明珠 耶 我也只有一个女儿 我们的女儿也是长相明珠 对呀 有人如果用这样子来讲的话 那情何以堪 没错 是 好 可是哥哥呢 就用这样的方式回了妹妹的话 然后呢 那家族的压力就更大了 家族的要比如说里长啦 什么叔叔伯伯啦 你知道传统的告别事上一定非常多的人 家族的所有的人都在那里 对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 男性好像就变成一个集团了 就那么多的压力 全部针对妹妹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这个影片 当然是用嬉笑怒骂的方式 用灰鞋的方式 用黑色唏嘱的方式 还还拍了一个什么鸡童啦 妥梦啦 反正又很好玩的方式 好有意思 可是真正背后很深沉的议题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女性在家里的地位是如何 那家里的权力关系 谁说了算 这边都是性别议题 而且都是很实际的 每个人在家里 可能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甚至我们说 家里谁倒垃圾 谁煮饭 其实都是性贫议题 是 不过我觉得是片子蛮有意思的 妈妈是托梦 可是家里的那些长辈 能够就这样子 因为一个梦 决定说让妈妈 不用再跟自己的老公 葬在一起吗 那当然这个创作 或者说电影 都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局 它只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大家讨论 所以我们在电影映后呢 我们会请到周徐薇导演来谈 那当然也欢迎收集旁的听众朋友 如果听到了这个讯息呢 在十月底的时候呢 或者说你可以上网 YWCA的活动网站 可以得到相关的讯息 也可以看到免费的电影 这地点是在台北市的真善美剧院 就是西门町的捷运站出口 就看到了真善美剧院 对 真善美戏院 那可以来看这部电影 然后会后还有导演的座谈 不过回到刚才绕一圈 我们回到这个电影 电影最后的开放式的结局 其实就要大家讨论 最后没有告诉我们啊 它没有答案 对 它不仅说一个happy ending 没有 我还想说听到现在 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最后那个女妈妈 到底 我要卖个关子 听众朋友你想象一下 你是那一个人气吞声 一辈子的那个女人 到了死的时候 你到底要不要 跟你的先生长在一起啊 这开放出来 大家来这个聊一聊 是蛮有意思的啊 而且你看家庭暴力啊 我们总以为 大家每个家庭表面上的 非常和谐 也看不出人家家庭背后 其实有很多的阴暗面 而月亮 其实也代表了某种意涵 就是越有殷勤缘缺嘛 那有些家庭 不是那么的和乐 包括我们之前也提到的 一些社会新闻 什么长期受家暴的 这个太太 儿子为了保护妈妈 就失手杀了爸爸 好像前一阵子 这个新闻也不断 对 所以那时候让人看得很感慨 儿子杀死爸爸 家庭伦理的悲剧 可是我们反过头来想 为什么这个儿子气到 要把自己的亲生爸爸 给杀掉呢 很多家户内的事啊 是隐而不显的 性贫其实就是这样子 很多家门 关上家门的事情 很多外人不足道 很多人也说 哎呀 这是我家庭的事 你管不着 包括虐待小孩啦 包括你说 妻子受家暴了 当然我也可能 有男生受到家暴 也可能的 对 也是有的 在现在什么事情 都有可能发生啊 我们在今天 其实要聊到的是 在11月27号下午1点半 台北市的 真善美剧院呢 会有一部 跟性别平等有关的 一个很有意思的 黑色喜剧 叫做家好月圆 台北市基督教女青年会 不只有这部片子啊 是 谈到性别平等 你们还有一系列的 一个讨论吗 社会局委托我们 办了两年半的 期程里面 其实我们规划了 好多影片 其实都好好看 当然也有纪录片 也有剧情片 像家好月圆 其实很短 只有30分钟 是剧情片 那另外 我们的课程里面呢 喝咖啡 看电影 聊性别 其实我们谈到了一些 比如说一个叫 辣妈找春天 一个60岁的 纪录片导演 以色列的纪录片导演 他说 我到了60岁 我觉得我的人生 后半段还有大有可危 我要找一个伴 他单身 他也结过婚 离过婚 可是他到了60岁 他说我要找一个伴 然后寻找第二春的故事 当然 借由这个影片 我们可以谈到 就是 当然你可以 寻找第二春 可是很多人说 哎呀 我们文化不同 那是外国人 所以找第二春 可是你想想看 我们女性 到了一个年纪之后 退休以后 是不是我们的生活 也有第二春 可以再开发呢 不管是你当志工 不管是学习任何东西 我觉得女性要走出来 才有一片天 这是辣妈找春天 另外 还有一部叫做 性高潮有限公司 哎呀 很耸动 对 听起来好像现在 这个早晨不宜收听 真的害羞啊 怎么会谈性高潮呢 不 他其实是 也是一部反讽的片子 就是药厂 药厂开发了一个 什么女性的壮扬药 然后呢 就请到纪录片导演说 哎 你帮我拍一个 就是测试的时候 拍一部A片 让这些服用药物的女性 然后看这个A片 然后测试 我们的药物有没有效 就这个纪录片导演 一个女性嘛 是 他一听 哇 原来你们药厂搞这种名堂 嗯 好 他就拍一部片子 来反过来直击这个药厂 哎 常常女性的很多身体 比如更年期也被当成病 嗯 我们的什么什么被当成病 可是 有没有过度医疗化呢 过度医疗化 也是性别的议题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比如说女性怀孕的时候 我们用所有的器具 来监控女性的身体 事实上 我疼不疼 我知不知道孩子要出生了 其实 那个是我们的感受 可是医疗体系会忽略女性的感受 而用医疗器具 冷冰冰的医疗器具来监控 嗯 这个叫异化 这叫异化 对 就是我的身体 跟我的感受是完全断裂的 可是医疗体系的医生 常常就是 就像父权体制一样的 只有一言堂嘛 我说了算 因为他是权威 他是专家 所以性贫议题也从 所谓的两性之间 拉到了不同的场域 医疗体系其实就像父权一样 他常常就是权威 不容挑战 然后一言堂 我说了算 造成女性的迫害 所以性高潮有些公司 就是说这个药厂呢 常常把女性的身体做个 把它当成病 所以说要拍个片子来 反讽一下 这个角度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 在YWCA这样子的团体 会一直有这样子性别平等的议题的讨论 我们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吗 可以 我们非常欢迎民众主动来参与 反正现在我们反而是推得很辛苦 因为一般人不知道 可能讯息有限 我们没有更广为推广 那也可能很多人一听到性贫议题 就说哎呀这个你难道是教我要跟老公离婚吗 要闹家庭革命吗 其实不是 我们希望能够建立和谐的性别关系 就有助于家庭的和谐 你们讨论到现在有男性来听吗 有 但是还是少数 还是少数 所以很可惜的 对呀 我觉得性别平等 不是只有女生去上课 男人更重要 他一定也要来 男生难道不委屈吗 我们前阵的课程的心好男人 我们用了一首 中国大陆一个摇滚乐团的歌 男人真命哭 他说男人常常要落一滴泪 我记得歌词是这样子 男人要落一滴泪 最好希望外面下雨 因为借的雨 可以掩饰他那滴辛苦的泪 或者说男人要发出心情 只能喝一杯烈酒 在杯酒交错之间 然后发出自己的情绪 你看 男人多委屈 从小小男孩就被告知说 不准哭 你是男孩子 这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从小到大 都是这样被教的 这怎么不生病呢 好 我们在今天 其实请到的是 台北基督教女青年会 姓平小组的主任干事 梁红玉 请红玉姐来到现场 跟大家聊聊 有这样子的一个 性别议题的讨论 当然也有个很好看的片子 是在27号下午一点半 真善美戏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部 家好月圆 如果一个家少了爱跟尊重 家如何好 月何时圆呢 家好月圆 一部黑色的喜剧 我如在这儿呢 要介绍给大家 也非常谢谢 红玉姐来到节目的现场 跟大家来分享 这一部好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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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